像紅疤、黑疤疤疤、凹疤疤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接下來是關於衛教的部分想要請教醫師 第一個問題是 關於長的痘痘到底該怎麼樣正確的護理和治療呢? 我們痘痘的型態其實有很多種 粗分成粉刺型痘痘跟發炎型痘痘 發炎型的話又有秋疹、濃泡、結結囊、腫痘等等 那我們醫師呢會依照病人痘痘的型態跟嚴重程度去選擇最適合他的治療方式 像輕微的痘痘的話可以用外用藥膏來治療就好了 像是外用A酸、杜鵑花酸都有加速粉刺代謝的功效 那搭配外用的抗生素或過氧化粉藥膏可以抗菌減少發炎 但是一些比較嚴重的痘痘呢就需要加上口服藥物 像是口服抗生素、抗雄性素、消炎藥甚至口服A酸的使用 那也可以搭配局部的注射類固醇跟適度的引流來幫助痘痘的消炎 這就是痘痘治療的方式 那請問醫師我們可以用醫美療程來解決痘痘的問題嗎? 一些醫美療程啊像是酸類患膚、例如果酸患膚、水癢酸患膚 對於痘痘跟粉刺的調理都有幫助 另外一些雷射治療也有減少痘痘發炎、控制皮脂腺分泌的功效 還有比較少見的紅藍光、光動力療法 這些都可以用在痘痘的輔助治療 但是建議啊一定要接受醫生的評估再接受醫美療程 不然過度的刺激可能會讓你的痘痘皮膚變得更敏感喔 那請問醫師如果痘痘不幸留下了痘疤我們該怎麼做呢? 其實痘疤有很多種喔 像紅疤、黑疤、凸疤、凹疤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紅痘疤的話可以用染料、雷射或脈衝光來處理 黑痘疤這種色素沉澱則是預防剩餘治療 你在長痘痘的時候用防曬、株菌化酸都可以減少黑色素的生成 那已經形成的色素沉澱則是需要時間去氮化 可以搭配一些外用或口服藥來加速它的氮化 那凸疤的部分指的是肥後心疤痕或卸足腫 可以用局部注射類固醇、液態淡冷凍甚至搭配染料、雷射來做治療 其中凹痘疤是最難處理的 凹痘疤又分成滾動型、車廂型跟冰棗型的凹痘疤 那這些的話通常是需要看你是什麼樣的型態 用複合式的療程 例如傳統的企劃型雷射膜皮、菲縮雷射、皮鳥雷射 化學患膚、微增、皮下玻璃素、穿口性皮膚移植跟注射填補等等的 通常會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經過多次的處理才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那請問醫師關於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究竟可以怎麼樣去保養皮膚 避免讓痘痘冒充呢? 我們要預防痘痘的產生必須做好清潔 但是不要過度的去搓柔或反覆刺激皮膚 我們要做的是溫和清潔 那溫和清潔之後選擇適合自己膚質、成分單純的保養品 適度的去保濕、控油 避免太過滋潤會讓毛孔塗色的產品 飲食部分的話不要食高升糖的食物、精緻甜食跟牛奶 另外盡量排除精神、壓力的環境 不要熬夜就可以預防痘痘的產生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幣開啟小鈴鐺喔 再一次好不好 再一次再一次 哈囉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幣開啟小鈴鐺喔 可以嗎 可以啊 感覺跟剛剛都滿像的 沒有比較就對了 好嗎